基隆市因为发展较早 老旧建筑随处可见 根据统计 全基隆市平均乌林达33年 超过50年的更有1.3万户 因此基隆市政府近几年 积极推动老屋都更或改建 不过比较困难的是 产权共识的协调 相关的一个法令 跟中央的一个政策跟计划 其实本来就有 但现在各个县市碰到比较困难的 其实是在这个产权部分的 一个大家的共识的协调 我们大概通常会发现 这个老屋要做都更 或者是要做改建的时候 碰到最困难就是 楼上的可能想改建 楼下的可能他没有意愿 那因为这个都是私人产权 所以这几年市政府 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宣导 或者是把新的观念 法律能够跟这个民众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 提高他们参与的一个意愿 另外老屋改建或都更期间 原有住户的居住问题 也是影响都更案推动的主要因素 因此基隆市长尼友昌认为 在基隆最重要的配套措施 就是中继宅 尼友昌既不透露 今年七度将新建首批中继宅 中继宅有为什么重要呢 是当我们的民众 如果他愿意参与 这个相关的围绕的都更 或者是参与相关的 这些新建的这些计划的话 他最欠缺的是 他没有地方可以住 因为他就只有这间房子 他所有一家人 三口六口通通住在这个地方 那整个整建可能需要 这个三年五年的时间 他没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基隆在推动相关的一个都市更新 甚至是围绕重建的时候 其实欠缺的是中继的住宅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在今年开始会动工 在七度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做新建 那后续呢 这个中继宅的户数越多的时候 我们能够这个在全市推动相关的一个 围绕的一个更新的速度也就可以加快 根据内政部硬件署方面公布资料 到8月为止 金融市已核定都更案有事件 围绕重建计划核准案件则有事件 首批七度涉载案 虽然规划有450户 不过要到2027年才会完工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